诸位想一想 十年必定往生 生到极乐世界就定成等求 谁能相信 一切祝佛都感叹 难信之法了 谁相信 祝佛如来相信 为什么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 都是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成就的 那如同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经中说说的 他怎么证得 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他是念佛 这个念佛法门 他没有说出来 他说是难信之法 难信之法 就是念佛法门 也就是幸运之民 释迦牟尼佛修这个法门 成佛天 一切祝佛如来 以前不知道这个法门 那就不论 知道这个法门之后 他肯定 把一切法门都放下 专修这个法门 为什么 快呀 一生就成就啊 佛在大陈经里面 说过很多次 啊 讲到真正相信 真正发心 修行的人 是什么根性 没有一个不是在过去身中 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这一生当中 非常幸运 遇到这个法门 得到 诸佛如来的加持 他能信 他能发愿 他肯定佛 他也生成就 道理在此地 啊 那我们过去身中 有没有 种这样的善根 有些人有 多数人没有 没有的人什么现象呢 这个法门学了几年 推进了 改换了 换别的法门了 啊 那我们一看就晓得 他的善根 佛的应援 报告 那我们也会有这个现象啊 有时候要推进了 怎么办 一定要 高度紧接线 把我们不足的 善根佛的 补足 用什么方法 就是了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 很得了啊 海鲜 给我们做了好朋友 那 海鲜 老伙上 家进清寒 那父亲 乌农 遇到 荒年 汉载 收成 没有了 比不得已 出去逃犯 赖阳家 又非常不幸 遇到土匪 遇到土匪 抢劫 烧成状 他挑谁 去救火 被这些土匪 打死了 多可怜 他兄弟五个 父亲死了之后 母亲 多么辛苦 带五个孩子 水淘 二十岁 出家了 出家 诸位 看他的光碟 就晓得了 小时候 看到这些英 就在他眼前的 这些英国报印 他就 发心 出家 修复 师父 是了不起的人 师父 一看这个小孩 这小孩 是发气 那 师父是什么样的人 大彻大悟 鸣心 如果没有这种 带弦 他看不出来 看得很准 美尔华克斯 把如来 修弦成功的秘诀 传授给他 让他一生当中 很快就成就 这个秘诀 就是一句 阿弥陀佛 对他 好用 他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他不会拐弯 不会找别的 传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嘱咐他 一直念下去 他这个人从小 老实 听话 真感 学习 有真诚心 有清净心 有恭敬心 这都是他的福德 所以这一句佛号 他念了92年 一句阿弥陀佛 一切实 一切处 生活 不妨碍念佛 心里念 口里都不念 干货 亏念佛 也不妨碍 甚至于 厨师 待人 接物 都不念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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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